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澳大利亚的传记电影《沙漠驼影》 本篇根据罗宾·戴维森的自传题小说《诡计改变》而成 主要讲述一位喜欢冒险的女孩 在骆驼和一条狗的陪伴下 穿越澳大利亚沙漠的励志故事 罗宾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女孩 性格开朗的她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徒步穿越荒野大漠 很快她就开始准备起了自己的计划 她带着自己的狗狗来到了中部地区 因为穿越大漠需要进行大约1700英里的路程 所以再不工具必不可少 于是罗宾来到了一座骆驼农场 并找到了当地的农场主进行交涉 农场主认为罗宾的计划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罗宾则坚定地表示 自己的父亲曾经也参加过穿越沙漠的冒险 所以自己有信心完成 看到罗宾如此执着 农场主答应送给罗宾两只骆驼 但条件是必须在农场劳动八个月 罗宾爽快地答应了 就是让罗宾迎来了自己的打工生活 尽管农场的生活十分繁重 但罗宾并没有任何退缩 罗宾还在农场主那里 学习了很多训养骆土的知识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很快八个月的打工时间就结束了 让罗宾气愤的是 农场主竟然违背了之前的承诺 发现自己被骗的罗宾只好夫妻离开 这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商贩 老商贩得知罗宾的故事后十分感动 于是决定收留罗宾 并且教他如何驯服骆驼 不久后 老商贩决定离开这里去外地做生意 离别之际 他还送给罗宾一只母骆驼 但罗宾知道 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在好友的建议下 他决定联系当地报社寻求资助 很快这件事就被国家地理协会得知 他们决定让著名摄影师 李克跟踪报道此事 得到报社资助的罗宾十分开心 这时他发现 骆驼农场被别人收购 而新的农场主并不会驯养骆驼 罗宾决定帮助他 还跟他一起饲养起来 这让农场主很感动 并决定捐助罗宾两只骆驼 而那只母骆驼也在不久前 产下了一只小骆驼 就这样 拥有四只骆驼的罗宾 决定正式开始自己的沙漠之旅 在很多人看来 这个计划是疯狂的 他们并不理解罗宾为何如此执着 原来在二十多年前 罗宾的父亲在那场沙漠之行中意外失踪 所以罗宾这个计划 不仅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就是穿越整个沙漠 最后到达澳洲西海岸 沙漠的旅行固然艰辛 但罗宾并并没有任何怨言 因为沿途的公园不允许大骆驼过夜 所以罗宾只能露宿在外 同时罗宾发现 李克经常会驾车来拍摄自己 每当拍摄结束后 他就会默默离开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十九天 这天李克一如既往的来到这里拍摄 突然间荒漠黄沙飞舞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袭击了这里 当沙尘暴结束后 疲惫不堪的罗宾摊坐在地 也许这一路上太过孤独和劳累 罗宾的消极情绪瞬间爆发 一旁的李克健壮连忙安慰 这场经历过后 两人的心中也互生了好感 很快罗宾决定再次启程 李克想留下来帮忙 但被罗宾拒绝了 他知道李克还有自己的工作处理 自己绝不能拖累他 第二天 当罗宾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骆驼不见了踪影 惊慌失措的罗宾立即展开了寻找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他顺利地找到了骆驼 骆驼的行为让他十分难过 因为他早已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同伴 这场冒险仍在继续 一天 罗宾途经了一个土著部落 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土著老人 艾迪的帮助 虽然两人语言并不相通 但他们相处十分融洽 因为接下来的路程更加艰难 艾迪和李克都劝罗宾选择放弃 但罗宾还是勇敢的出发了 路上他遇到了一对夫妇 他们热情的款待了罗宾 这让罗宾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告别这对夫妇后 罗宾继续前行 一天夜里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狗狗行为异常 原来狗狗误食了别人投放的毒药 很快狗狗就抽搐不止 十分痛苦 看着艾狗如此的煎熬 罗宾只好选择开枪送他最后一程 狗狗的离去让罗宾十分痛苦 而更加残酷的是 沙漠中随时出现的危险 有时附近的毒蛇会缠绕熟睡的罗宾 好在罗宾平安无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罗宾的行程已经走完大半 而他的事迹也被李克报道 并吸引了很多媒体记者 前往沙漠中拜访罗宾 他们感叹罗宾的勇敢和坚强 但此时的罗宾面对这些人 很是紧张 因为长期的与世隔绝 罗宾现在很抵触与陌生人交谈 所以大家决定在背后 默默地支持罗宾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罗宾带着四个骆驼 最后成功到达了蔚蓝的西海岸 长达七个月 跨越1700英里的冒险之旅 就此落下帷幕 这一刻 罗宾的脸上挂满了喜悦和释怀 将他的故事登到了杂志上 罗宾的故事也被所有人熟知 并激励着大家勇敢千辛 有时候 一场单人旅行能让我们收获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会感到孤独 但更多的是 能够让我们认识自我 看清未来 人生就是一场磨练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勇敢乐观的迎接考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